转换心前来关怀弱势 云林县立委张家俊与云林家福中心 为了让弱势孩童在暑假期间 从事有意升星的活动 并且提升阅读兴趣 是特别在家福发展学员 举办了一场读书会的活动 赠送小朋友一本有关生活科学和环保的书籍 张家俊就表示知识就是力量 他期待孩童培养阅读兴趣 透过阅读来充实自己的职能 立委张家俊服务处已经连续多年举办这项导读活动 今年并且在赠送一本科学环保的书籍 给孩童阅读 张家俊期待小朋友能培养良好的阅读兴趣 因为知识就是力量 其实弱势的这些孩子 他们平常要去看到书本的机会 说实在说去逛书籍的机会 的确会有比较少 那也不希望因为这样就影响到 他们建立阅读习惯的机会 那希望透过跟家福中心合办这样的活动 然后请老师来讲解 引起他们对书本内容的一些兴趣 那这个长了翅膀的秘密 其实只是引导他们 然后透过一些有趣的故事 然后一些科学的故事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书本不无聊 然后能够让他们爱上看书 因为知识就是一种力量 引力加福中心这项读书会的活动 每年也都有邀请专家学者来导读 启发孩童许多科学的知识 这是一个延续性的活动 那说有一些小朋友在更小的时候 就已经参加过这个活动 那他们也透过老师趣味性的这个 教学去了解到冥王星啊 或者是美国太空总署啊 种种他们到底是在 这个研究天文科学 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我很希望透过这样去启发他们 然后让他们真的可以在知识 然后在阅读上得到力量 今天的读书会主要是导读这本 有关能源科学的书籍 透过趣味的导读和有奖问答 引导小朋友了解许多环保的观念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科普知识 小朋友呢可能并不清楚 那我想透过这一本书呢 来告诉小朋友很多生活上的知识 另外呢就像是小朋友平常在做资源回收 或是在做垃圾分类 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些分类的东西跑去哪了 那我也希望说透过这一场演讲呢 让小朋友知道说原来他们的 为什么他们平常这么辛苦的做资源回收 其实呢对这个地球是真的很有帮助的 由于这项读书会的活动 相当受孩童与家长欢迎 参加的人数逐年增加 中油与台电公司也都陆续参与 并且提供经费补助 记者杨明伟云林财网报导 在这种工作上有选择的 请订阅